妈 你说 爸爸会不会一直瞒着我们 在做一些 很危险 但是 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家里有人吗 您好 家里有人吗 你去看看 事情呢 我都跟二叔说清楚 这是您签的破产协议 既然您已经代表 吕家签了这份协议 我们银行就要按照规定 收走韩元抵债 可是 这个上面也没有写 要把韩元也收走啊 韩元呢 也属于吕家财产 宣布破产的意思呢 就是你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 都要用作抵债 陪点查封吧 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麻烦二位呢 在一个月之内搬走 就算要查封 也还有一个月 对 你们现在贴封条 我们怎么办 主任 银行的人 现在已经到韩元了 这件事情啊 要把它处理好 您放心 银行里面有咱们的人 他们知道该怎么说 等韩元抵了债 就容易操作了 慈善拍卖也好 言赠也好 西方记账肯定是写您的名字 老实讲啊 老实讲啊 我是不希望这栋法租界最好的洋楼 让人给糟蹋了 既然吕其松跟这栋楼无缘 那就算我来帮他打理吧 是 您说得是 您说得是 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的 用人房 用人呢 全部都走了呀 那真好啊 我们银行可以把这个房间 给你们二位借入一个月啊 但只限于这个房间 其他地方哪儿都不能去 更不能擅自使用 除了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东西 韩元现在就被查封了 这儿不但是您的财产 你凭什么呀 诶诶 不要说了 说给我谈你吧 玉小姐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我们银行主运区 你们在这儿待一个月 韩元这房子 你们是不大有可能 拿钱赎回来的 还是赶紧找好住处 别到了一个月韩赖着不走 我知道 你也不用看着我吧 对不起啊 我得防止有人转移财产 这是我家 难道我是贼吗 哎 你这带太多了 这不行啊 这几件 我说过了 只能带随身物品 不 可是冬天我也不能冻死吧 想让我们银行便宜的人见多了 我真没想到像这种大户人家出身的 也是一个样子 行 行 我只带随身物品 看好啦 都是随身物品 你说我占便宜 哎 吕小姐 你这 你这要钻缝子啊 我怎么可能占便宜呢 哎 你 太多了 你这个你 一点也不多 今天很冷的 我还嫌少呢 看好啦 这些都是随身物品 没多拿吧 哎 哎 哎 你这个人 我 我 我 封着 没想到第一次搬家 谁搬到这儿 也不错 有房顶 有墙 有地板 有床 用人房又怎么样 我们韩元的用人房也不补别人差 这里不能去 这里不能有 真是 看谁能够负嘴脸 我就有勇气 哎 哎 妈 嗯 我看看你带了些什么 我的加上你的 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 香水香粉 妈 妈 我们连唱片机都没有了 你带唱片干什么呀 哎呀 哎呀 刚才那两个人站在我身边 就像手犯人一样的 我一紧张我就拿了一些没用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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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儿 要么 我们还是回宁姑算了 我们昨天的那个远房亲戚 她不是说 她还要在上海待几天吗 那我现在改口跟她说 我们要回去 应该还来得及的 我 妈 我还是想去商贸公司试一试 这么离开上海 我不甘心 不就是一个卖灯泡的小公司吗 我们又不指望 靠她飞黄腾达 那有什么不甘心的呀 哎呀 妈你不懂 我是要跟韩先生做一些事情的 一起卖灯泡 那你们两个倒真是很罗曼迪克啊 如果我没有猜错呢 你要去商贸公司 你根本就是为了那个韩 那个 那个韩什么的那个人去的 我还敢说 人家就是一分钱薪水不给你 你倒贴着也会去的 你 灵灵啊 那个人他又不喜欢你 你一个小姑娘家 你这么不矜持 你要掉身价的 你晓得吧 我不在乎 明天我第一天上班 我今天晚上 要睡个好觉 我已经就是想做 我已经玩了 我已经玩了 你都不知道 我还想做什么 妈 老板 我要买一份早点心 这个太太 你买东西 总得告诉我你要什么吧 哦 洋葱米 两位 我这个是包子铺 不卖面 对不起 对不起啊 那 那就包子好了 妈 去哪儿啊 妹妹啊 妈给你去买早点心的呀 快点 趁热吃啊 妈 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我在露天小摊上买的呀 虽然这个味道跟南墙小楼没办法比 但是胆保肚皮还是可以的啊 你今天是第一天报到 你不要以为妈什么忙都帮不上啊 妈 你这样会买早点了呀 我快到点了 我得先走了 早点会回事啊 好好好 小心点啊 妈